而日本首相安庭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以及内阁成员和议员前往参拜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5号表示 日本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日本政府 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级甲级战犯 日方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日本政府 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伤害包含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违背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表态和承诺 中方严肃敦促日方切实正式反省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责 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 真正的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不要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